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省的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動態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諾瑞 想必今天真的是非常難受啦 雖然如果說你手上有這個全之骨的話 更加難受 或是一些 之前比較強勢的一些電子半導體的話 應該是非常非常難受 對像我們知道的這個 呃... 圓太嘛 圓太也有點音版 那自圓也是點音版 對就是在我畫面中有一檔 然後畫面中的三檔都是亮燈的 對沒錯 所以今天非常難好 但是其實我在今天也是 呃...在期貨的部分是有發現爆大量 但是那時候開盤就有說 有可能是比較適用於明天 因為有可能這個大量是一個佈局啊 對有可能是一個佈局 所以說 有可能是下禮拜一吧 對下禮拜一或許蠻高機率會做反彈 那也可以去預測一下 往上的美股 理論上應該是往上漲 因為其實美股還是蠻牽動台股 只是在於說 昨天台股破線嘛 所以說他期貨的支撐幾乎不太有底 他的底呢 除非他現在自己做一個底出來 對就是用一個大量 然後弄出一個底 一個W底 對或是一個頭肩底的那種結構 然後再反轉上去 不過目前先不用看的那麼的樂觀 對不用看那麼樂觀 所以說 他下去的一層有辦法到1300 待會再帶這個大家來看這個圖 就是主要抓前面的支撐的一些看法 對那主要今天我也是有點模擬兩可 但是我還是那個停損到了 我還是直接出場 我還是直接出場 那什麼時候接回來 第一啦 就是可能在禮拜一的時候 或是禮拜二 然後真的有反轉 那又站回這個支撐線的時候 可以試單看看 那主要 我覺得就一樣看收盤吧 不用做多方不用那麼急 對不用那麼急 那 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目前呢 可能接這個支撐就比較不建議的 就可能不用花太多的資金去接 目前我覺得反彈來 然後去做空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大盤 在昨天破底 那待會也是帶大家來看一個數據 那數據也是參考別人的 我昨天就是 看看看看 就是平常也會到處看啊 就是看別人是怎麼去分析怎麼去講 對那剛好是看到一個是在講虛擬貨幣的 然後剛好有講到這個美股的 對應我們台股的一個情況 所以王子算是有點借鑒他的說法 然後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一樣我們就這部影片會講八檔 那第二部影片就講十檔 好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首先看一下加權指數的部分啦 就是在昨天講了嘛 他這個破底部嘛 在昨天的位置 破底部 所以做多方其實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那今天是有爆一個量的情況 那當然不確定這個量到底是誰買 不過一樣嘛 有大量感覺就是有機會做反彈 因為不是說是一些什麼 MSCI調節 然後一些指數的一些調節 對 那目前的看法 我們就 呃 再往這邊下面看吧 就是看他前面的支撐 從2020年7月 然後移入到2020年11月這個地方呢 剛好是他的一個前提的支撐 所以這邊我認為應該是蠻有機會去跌到 那當然會一次跌嘛 我覺得也不會啦 對 下週應該是蠻有機會做反彈 對 因為畢竟跌多了總會彈吧 對 他不是像那種 像之前那種生技股 有沒有 他是那種 呃 流動性風險不太 呃 流動性不太好的啦 就是基本上 他是每天開一字的那一種 一直往下跌停的 對不對 我們不是像那種合一啊 啊 中天 反正之前 前年在炒那種神技股 那所以說他跌多了一定會做 一些些的技術形態的一些反彈 那我們直接來看那個好了 好 首先 我們有一次 我是借鑒呢 這個 某一個也是在講技術形態的 那這個是 稻窮 對 美股這個稻窮 之前呢 他也是在蠻多位置呢 是做一個防守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位置那邊 我們都快速講過啦 好不好 快速講過 這邊有一個壓力嘛 之後回來變支撐 支撐 那這邊也是支撐 那這邊呢 是往下跌 但是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個很大量的 這一個 呃 成交戰士把他給接上來 然後放大給大家看 他是有拉很長的 上影線 下影線 之後呢 在上面撐一段 撐個 幾天之後又往下跌 但是往下跌 他沒有跌 低過他的前低點 所以這邊又被人家接起來 對 那 台股呢 目前是沒看到這樣的結構啦 只是沒有看到這往下殺 然後去 殺破這一個支撐線之後 馬上拉回 之前的時候是有 對之前是有嘛 像去年的五月那時候是這樣子嘛 就是拉一根很長的這樣來 對不對 就是台股那時候最大的跌點 那是跌一千多點的時候 又拉回來 好 那首先 台股有可能 做一個怎樣的走勢 我認為拉 目前 像這邊嘛 這個位置他是 跌下去的那瞬間 他又有人把他拉回來 欸 但是這邊第二根 直接 一個來一個假突破 很明顯吧 就是一根這個陽柱 然後一根陰柱 對不對 直接 另外一根 第二天這一根 直接把他吞沒掉 所以他就往下去走 那往下去走呢 這邊又打了一個 類似WD的感覺 那你可以說 哦 他只是一個小反彈 好 後面反彈上去 這個位置就很重要了 再反彈到這邊這個位置呢 欸 向下去跌 欸 沒什麼問題 所以 目前我們台股拉 我們回來看 目前我們台股呢 非常有機會 欸 再一次去 反彈到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 來一個正式的下跌 對 我覺得是 有可能偏向這邊拉 所以 多方呢 我覺得 你要嘛 你到他上面這邊 然後 他突破了 你再去 大局 去進攻 那 這個是比較偏右側交易啦 那左側交易當然是越跌越買嘛 那左側交易是等待他 反彈之後 然後去向下跌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啊 因為目前 美股也沒看到一個蠻大級別的往上漲 他還是在整理階段 所以台股有可能像我們剛剛的圖一樣 他是會 反彈到他大概115 1150 這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往下 對 直接往下灌 對 這個 情況 感覺不是不可能發生 對 因為 我們剛剛看嘛 這個稻窮 其實好幾天前 他就已經跌破了嘛 稻窮在這個 5月5號 對 5月5號他已經正式跌破 然後這邊是反彈嘛 對 那我們反彈的點也是差不多啦 就 美股在5月12號 這邊有開始反彈 然後我們台股是從5月12號 開始直接一路反彈 到大概6月那時候 中旬 才一起跌 對 我們台股在這一段裡面 他下跌的這一段裡面 我們還比較強勢一點 我們直接 直接那時候是直接進攻嘛 我們直接這樣進攻上去 對 直接進攻上去 所以目前台股非常有機會 再回來他主要的大壓力 然後往下跌 到這邊的時候 應該會可能來個小掌 我是來個幾天的那個 反轉 然後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行情又來 他其實是一個逃命波啦 對 然後小心注意 真的要小心注意 那 當然你 因為 我之前的想法是 屬於說 感覺跌都可以 跌都可以買 但是 現在已經正式跌破了嘛 然後今天也是給我們一個 很大的教訓 所以 目前多方呢 我就不會到那麼積極了 就不會到那麼積極 好 但是因為我剛才前面有講 我在今天限時中那裡有發 我說什麼 我說這一根 對不對 他這個爆大量 今天的成交口數總共是28萬 講錯了講錯 28萬 那28萬這一個位置呢 主要形成的是1月25號 對 1月25號這邊也是爆大量 之後來個 1、2、3、4 4根的陽柱的反轉 然後雖然說 在封關的前一天 對1月26號這邊還是收低差不多 就收的 在前面這邊收個平行的位置 還沒有到 往下去疊 那這邊有可能就是短期的低點嘛 不過今天呢 他沒有任何的這個下影線 所以基本上低點呢 比較難去判斷啊 有可能是最低點 那有可能往下砸啊 然後再往上反彈的機會應該是有 所以其實我今天也是稍微操作上有點模擬兩個 再覺得說 到底要不要停損這件事情 對 但是最後還是停損 因為 如果說我今天不停損 那會不會我對於我後面的一些操作 對 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今天剛好啦 只能說剛好今天是爆了非常大量 那 會不會禮拜一其實又是往下殺 對 會不會 會疊得更深 然後 因為其實每一檔個股 都不太一樣嘛 股性不太一樣 對 那如果你剛好買到一檔是 疊聽版的 對不對 那你不砍 會不會他其實根本就翻不回來 對 那有可能這個 他反彈根本沒有反彈到多少 根本沒辦法反彈到10% 對 你今天已經虧10%了 阿結果你 你還是持 持難 殺殺的暴震 對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啊 也會對 往後面的操作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所以 反過來想 你反而你在底部這個尾盤的時候 像這一 這一天我去介紹 我就說 呃 他反轉的結構應該是蠻強勁 那就是說 你可以在 呃 尾盤附近 咦 去不看一些 起貨或是選擇權 然後 去賭他有沒有來一個比較強勁的 就是 我是講指數的反轉 那指數反轉當然 有可能只漲 拳之骨啊 對 有可能拉 像之前的拉台積電 然後 一些 小型的個股 咦 洞面什麼在漲 這也有可能發生啊 好 我們前面講了有點久 我們快速帶過吧 那貴買就是正式雜破 那 劇本應該也有可能跟我們那個一樣 對 只是跟我們的 剛剛的 佳慶指數差不多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納茲達克吧 納茲達克目前是走一個 誒 我把線刪掉 好 整體的結構啦 之前 在昨天嘛 說這個位置 然後疊下來 我說他如果說 來個二次回踩的話 感覺是比較有機會 那目前他的走勢 其實有跟比特幣有點像 對 比特幣目前長這樣子 目前長這樣子 是在 早上的時候砸下來嘛 那他這根是為了要在這一個月 因為他是 八點的時候 早上八點的時候 會收這個收盤 對 他的收盤的一根的一天裡面 所以他 目前的結構有點相似 他會 有可能會形成一個 上升的通道 然後慢慢的去走 慢慢的去走 那 會不會納茲 斯達克也是呢 對 我們是這樣看吧 對 就是 走一個這樣子 往上去走 這個感覺也是有可能 因為目前如果說 今天做一個反彈 也蠻合理的 那往下跌還是有空間 不過 以會上漲的 力道來說的話 是 呃 如果目前啊 看他守住 這個白色的上升趨勢 顯示從這邊 然後畫上昨天的低點 這邊反轉的低點 畫上來 是有機會做一波反彈 所以我認為 今天每一股反彈 機會應該是蠻高 那也是搭配著台股 這個起貨爆炸量 對 起貨爆炸量 所以說 感覺上還是有機會 好啦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吧 早上那時候畫的位置 結果 他一樣 穿過去了 因為原本是看這個 上升的通道 然後上升的話 走一走 然後走到壓力 會往下跌 是一個 蠻合理的一個 一個走勢啊 對 蠻合理的走勢 不過 確實是會往下跌啊 那也是來個 一個 蠻討人厭的 假突破 然後 真疊 然後疊 真疊破之後 又拉回來 然後測 對 測 力道夠 然後又往上 那目前又回到 這個範圍裡面 他 會不會把 這一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當作是支撐 然後再往上走 走走 但是這個 結構啦 這個形態 走到最終 應該是會往下跌 那只不知道 他到底會走多久 那你可以看到 他是有 有 跌下來是有量 去故意把他接起來 對 所以 這是一個 呃 不知道該怎麼說 一個走勢啊 反正應該是走一個 中徑形態 中徑形態 是會 下跌的 這邊應該是會下跌的 那如果說 他是 一次往上 爆噴上去 那就不一樣了 對 那種 力度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就來講各國吧 各國一樣 簡單帶過 因為目前 我是比較 呃 跌破了 我就不太想理他啦 對 這檔我也有進 但是在昨天 呃 又 砍出去 對 昨天又砍出去 那一樣 在 哪邊 他這一次再往下跌吧 我覺得 我覺得 已經不用去猜想說他 不用去怕 應該說不用去怕說他到底會不會跌到這麼低 你就覺得他這次一定會跌到這麼低 所以 左色交易的人就等待這邊價格吧 那這邊價格其實也快回到以前的這邊的低點了 以前的低點在二三 二十幾塊到四十塊這邊做支撐 所以 這一波會不會再下去到四十塊 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那一樣如果說有反彈的話 有反彈的話 都可以去嘗試看看要不要空 由於 跌破了 像這種大級別的 頸線去 跌破的話 都可以去試空看看 對都可以試空看看 當然 你就直接抓這邊 你就覺得說他一定不會過 譬如他這邊的前高點 對 就是五二點五 你的空方式 就是大一點 所以說他真的又來度嘎空 那但是你要想 你的空的點也不是 恩恩 我講一句粗話 就是那種 瞎雞巴亂空 像 呃 昨天或是前天的人空 你就覺得 阿這個空 當空軍就好啦 空方那麼好賺 對不對 當空軍就好啦 結果 如果說來一個牛市的時候 突然反轉 你也看不懂 現在反轉 對 哪一天這個大盤 ㄟ 已經站上來了 ㄟ 突然又站上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是真的有機會往上漲 結果你到這邊的時候 你那個 你還在空啊 對 你在空 你覺得 ㄟ 這邊這個小下跌 我們把它畫好一點 我們用這個線來看好了 就譬如說啦 假設 我們只能做假設 我現在還是 他真的上來 我還是覺得說他還是偏空 對 我們先假設 阿假設上來這邊的時候 然後 你覺得 哪一段 哪一段你會想要空 當然是這一段嘛 對不對 這一段的時候 這一段下跌的時候 你會想要空吧 因為你就 ㄟ 稍微反彈嘛 然後 下跌一天 喔 空進去 然後再下跌一天 哇 不錯不錯 然後後面第二根 對不對 後面兩天 直接往上拉 直接把你嘎空 這都是有可能 所以說 你整體的一些 結構 一些壓力 一些支撐的一些 買點 他賣點 我覺得 都要抓好 真的都要抓 你要看得懂 再去下單 你不要 覺得說 阿我今天 ㄟ空了一大堆 對不對 我們今天賺了 這一週和上週 當個空方就好啦 對 當個空方就好 或是說 嗯 你的整體思維 就是你今天 你這幾週 你這兩週 都在做當衝 對 有拉上去你就空 有拉上去你就空 他賺了很多錢 覺得在這個假日 很開心這樣子 阿結果勒 對 你是那種 抓感覺的 然後也是剛好運氣 大盤疊 那有可能好 你 現在馬上 收手 對 賺個一 一覽百萬 或者賺一千萬 好了 你就收手 那當然 我就沒話說 你可能就 以後都不會碰股市 那 只是小心注意啦 就是小心注意 就是 以結構上來說 他還是整個 偏空 對 偏空 然後看一下 這個 生涯半寶體 這檔呢 上去之後 又下來 所以 當時候其實 呃 我有點忘記我怎麼說啦 我應該也沒有說 這邊可以去解吧 我有點 有點忘記了 對 應該 我是好像是說 等他突破前高吧 不過他在前高那邊 也是被壓下來 所以那邊其實 應該是一個 空方 對 那邊應該是一個空方 那 現在跌破了 60這邊左右 60這邊左右 所以 一樣啦 我自己的想法 就 你可以去 向下 去抓個幾% 那3% 呃 至5% 阿如果說他真的 不給面子 禮拜一翻不回去 因為我都覺得禮拜一是 有可能上漲 那禮拜一如果 不要上漲 不要講的那種大漲好了 我們就講平盤 如果說禮拜一還翻不回去 代表說他整體 有機會是轉弱 對 那當然我現在看不到籌碼 如果說你看得到 看得到籌碼的話 或許啦 或許 你看一下 因為 像是 昨天嘛 咦 他籌碼感覺差不多 沒有 有賣 然後有人接 可能賞物在接 吧 對 就是一些 呃 比較看不到的一些 籌碼沒那麼集中的 那個券商 那如果說你看今天 其實買超比較多 那 搞不好就有機會做反轉 好我們看一下自身 自身就是我放在這個 會員影片裡面的 對 然後我們要看這個 還原子的 那 還原子目前啊 當時候是 帶他突破了之後 這一根突破了 還蠻漂亮的嘛 然後回踩 去接 那確實在這一根 A去接 是 會接到 但是如果說 在 他昨天的前高點位置 沒有出掉 基本上今天就 呃 應該說 直接 有辦法直接 快的 抵到 這個停損 如果說抓 59塊的話 那 這一波啦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還有興趣 你可以抓到 大概58塊 那 這邊大概是 5-6%左右 那為什麼抓這個地方 其實 我們在看 像虛擬貨幣的時候 我會 常常會切一些分 可以去看嘛 對 就是 比較細微 因為跑比較快 好啦 看一下這邊的結構 這邊結構就是 這一根大羊柱 對 上來之後呢 抵到上面 大概61塊左右 對 61到 好 講61到 61.5啦 好 往下反彈 上去 下來 上去 然後這邊 一個假跌破嘛 然後隔天 直接跳空開高 啊 但是這邊還是用 一個比較 呃 大的 這一個 這個 算是 櫻柱 對 然後往下疊 疊穿反彈 到這個位置 又往下 那我們可以 數一下 我們這邊快速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這邊不算嘛 好 四個 欸 這樣整段過來 過來有四個位置 去碰到58塊 所以這一波呢 應該 在58塊 會得到一個支撐 那這支撐到底 撐不撐得住 會不會反彈 很難說 對 那這邊也是可以看到嘛 我們就把這位置都圈起來 1嘛 2 那這邊是3 然後這邊疊下來 4 下來測試嘛 然後這邊測試一次 這個算是今天啦 對 今天開盤開下去 然後往下閘 然後往上反彈 然後後面又一根一大陰柱去砸破 砸破之後呢 的這一根反彈 對 這一根反彈 又上來去測 611對 呃 61.5 吼 61 那這邊 反正目前應該會這樣子去走吧 那除非說禮拜一反轉的結構非常強勢 就是一根 這樣子的這個紅K直接又上去 否則的話應該是在58這邊會做停留吧 那當然 參考看看啦 因為畢竟 不是我下單嘛 對不對 呃 這 要不要賣都看個人 好看一下這個羽智 羽智嘛 他在 應該說 他的結構就是在6月10號這一天 阻力已經棄手了 看起來是 呃 賣的大量 然後賣出去 所以說基本上 你要說他後續 如果來一個行情的話 應該是比較容易去 跌破的 那當然在 應該說 今天跟昨天其實都是 通殺嘛 所以 你要 你要現在說 欸這個一定會空 或是怎樣 這件事情壓力到了 所以才會跌 感覺大家也不信啦 因為就是 呃 整個就是市場就是很空嘛 對不對 那目前的結構 我覺得 呃 比較能夠得到 短期的 應該到55塊啦 就是之前都畫好的位置 就是 主要去看這一波反彈嘛 然後這個位置 跌下來 然後這邊 這邊要有兩個位置 啊 那 但是這裡有稍微 往下跌穿一點點啊 對 就是 5月6號 他最低有到53 所以這有點不太好抓 因為50到55這邊的範圍 那當然他會不會 呃 守住前滴 欸 這個他的前滴嘛 守住的話 他反彈的力道會比較強 不過 我覺得不用 不用看那麼樂觀 我們就看得悲觀一點 就是到這邊再去 思考看要不要接就好了 好 他在治邦 治邦之前也有操作過嘛 就 空 空方的時候 那時候是花一條下戰趨勢線 那邊空 這邊補回 然後這邊沒有做到多方 然後這邊空 這一根補回吧 那這邊也是沒有做到多方 那當時候 其實這邊是滿滿壓力 但是 看得出來 感覺上是 有人要塗 要 有人在吸叢馬 感覺要上去啦 不過 就 沒辦法就下來嘛 那 但是其實這邊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 6月16號 確實也是有人出貨嘛 所以說 有一些 呃 K棒的一些 大量不能說什麼他是價量起漲 對 有時候他收紅K 你就覺得他是大量 炸量起漲 對 價量起漲 那並不是這樣子啊 對 因為有時候他開的價格 跟他收盤的價格是不太一樣的 他如果是 開低 然後 往上漲 那他的 是一個 呃 這個錘頭 他是紅色的嘛 對不對 他是 開盤價跟收盤價的那些關係 好啦 這一波直接看吧 就看最低一點 200出這邊就好了 那 一樣啦 就看個人要不要接 我目前是 比較偏 保守一點 對 偏保守一點 對 因為滿多都跌破了嘛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副方金 副方金呢 目前的情況 我覺得 比較難去判斷的是 因為 他砸過了他前滴嘛 那 大概 這一塊到底會不會有守 55塊到57塊到底會不會有守 我覺得 不會 對 我卻不會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支撐啊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一個比較 呃 左側交易的人 你到這邊確實是一個 不錯的入場點啊 當然你就是左側交易 就是越疊越買嘛 那這邊有可能就是 呃 下來這邊的一個 不錯的買點 那當然 這邊會不會 近期一波反彈 真的不確定啦 真的不確定 那 一樣 也是一個方法啦 或許 就是用 比如說 下降趨勢線啊 等到他突破啊 他的機率上漲 那你再買 也可以啦 當然 就看自己 個人怎麼去操作 因為他這邊 其實 說真的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 支撐壓力 應該要看向更底部的 這邊 45塊這邊了吧 45塊這邊 好我們看一下天獄 天獄的話 目前要砸到 前提點 前提點大概是 這個 大概是 117左右啦 那我們就直接看前提點就好 那當然 我一樣不覺得 他是有機會會守住 對 我一樣 像天獄的話 我會反向去 有拉到上面的話 我會想要再去 我會想要去做空的 一檔個股啦 對 因為 感覺上是 蠻有機會去疊到 最底下 感覺上啦 我只能說感覺上 我不確定 因為 畢竟在 2020年之前 他基本上沒什麼 這個 他的價值沒什麼高嘛 然後 20幾塊 然後後面拉了好幾倍 拉了真的好幾倍 所以他疊的應該也會比較慘一點 好 看一下最後一檔 紅達店 我今天有 進去空啦 進去空啊 空的價格也沒有到很好啦 51 51點多啦 那主要也是看到他 先打出了最高 那我自己是在這個區塊去做空 因為這邊是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吧 這個 如果說你有在做當充的人 是 可以參考看看的東西 就是 技術上面的一個慣性下跌 那其實 講慣性下跌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他就是 我們在日線級別去看的嘛 這是什麼 一根 兩根 對不對 然後 形成了 下降趨勢線 那只要他 不突破 只要他 只要他不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線 都是走一個 空頭的一個結構嘛 對 空頭的結構 那這邊是不是有一點要 過去 對 這邊是有一點要過去 那當然這邊可以去判斷的就是 這邊是 整個是一個慣性下跌 對 比較 講的比較明確是這樣子啊 那當然 這邊 其中很多操作的方式啊 你看這樣子 然後 這邊等到壓力往下跌 這個就是一個技術的一個看盤的方式啊 然後我自己是在這個區塊去空啊 對啊 那 一樣 目前的看法 我覺得 呃 怎麼說呢 他這個收盤 感覺不是很好啊 那當然有可能是一些當沖的量 對 那 目前看起來的 K棒加上他爆大量的情況 看來是一個出貨盤 對 看起來是一個出貨盤 因為 沒有一個食指的 這一個 呃 就很像說 他在高位空下來 然後這個位置他去補回 的那種感覺 補回 要補到平盤 來附近 欸 等那種感覺 對啊 他不是平盤啊 他是 稍微上漲大概1.3元 對1.3元 但是他整體 我覺得結構上 他是會 往下去走的 我覺得往下去 所以要接多就是一樣思路 要過去再接嘛 收盤過去再接 要嘛等待底下再接 那 我覺得目前等待底下去接 應該是比較有機會去到達 好啦 我們這 八檔就大概剪輯到這邊 然後 對 啊 感謝大家來看我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